孝顺的黄小弟却不幸被殷商撞死了 他的家属在今天召开了记者会 除了大骂殷商不认罪 又没有诚意赔偿之外 还通批检察官 只起诉两年半的刑棋 让家属觉得死者的命根本没有价值 而他们是法规会也认为 起诉求刑太轻了 一想到殷商林克颖说谎不认罪 又只求刑两年半 黄信送报生的舅妈眼泪就掉了下来 黄爸爸更是无奈 太太中风儿子被撞死 未来的生活要怎么办 让家属这么生气 就是检察官依照酒驾肇事 智能与死的罪名只起诉两年半 但是美国加州最终可以判处终身监禁 保加利亚还可以判处死刑 但是台湾的刑法最终却有五年以下的刑期 这个刑度够不够 在我们用这个个案来讲 我们是认为是不够 因为这个案子人分共分 大家都在讲 不因为是你是外国人触犯台湾的法律 就可以用他的角度去 把我们的人命践踏到如此 议员调出台北市最近五年的车祸统计 每年两万多件中 就有约四千件是肇事逃逸 送报生的家属说 如果不修法加重刑度 只怕他们的悲剧 还会在其他的家庭上演 民事新闻宣传陈敬叶台北报道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